康奈兒這個program呢 當他入取的時候呢 就是真的很開心 但是沒想到就是在上個週末的時候 收到他們臨時把整個課程全部都取消 他就哭了 他就有一點難過 美國名校課程無預警取消 教養節愛女被氣哭協心抗議 抗議女神教養節5號出席公益活動 號召大眾捐物資救助若是家庭 日前他在臉書提到 二女兒小雨突破種種難關 升起到美國名校的暑期夏令營課程 結果無預警被取消 一家人氣哭哭交間收訪時被問此事 我們其實真的是蠻失望的啦 康奈兒這個program呢 不是只是一個好玩的夏令營 他必須要 譬如說他的學校老師要推薦信 然後他要通過考試 然後他的成績在校的成績要經過認證 他是經過了一連串很嚴格的認證之後呢 得到了入取 那他入取的時候呢 就是真的很開心 但是沒想到就是在上個週末的時候 收到他們臨時把整個課程全部都取消 在校的通知 同時之間他也去申請到了 UCLA的這個Summer Pre-College的program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選擇了 就是想說是Cornell嗎 就是選了Cornell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女兒其實 我覺得他還蠻算一號人物的 他其實是當天的凌晨1點鐘收到了這個訊息 他就發了一封信給學校 然後他就說你們這樣子真的造成我很大的損失 所以你們應該要跟所有的這個長春藤的學校去幫我們申請 因為我們是經過你們的認證 他說你們應該要幫我去申請其他的學校 那我跟他爸爸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我們兩個還很震驚 想說這也太扯了吧 然後當然小朋友有覺得很委屈 因為他覺得大人們怎麼會就這樣 你經過了這麼嚴格的審核 而且我這麼努力的拿到了資格之後 忽然之間就是 就是他整個暑假的計畫就沒有了 所以他就哭了 他就有點難過這樣 結果女兒回房睡了一覺之後 起床之後他就來跟我說 算了啦 我已經釋懷了 他說反正我覺得是Cornell's lost 他說是他們自己的損失 然後就說媽媽那我接下來要有新的計畫 然後現在的計畫就是他會留在台灣實習 他就找了兩個工作 有一個工作是要去公安公司實習 然後另外一個工作是要去立委辦公室 我就想說還不錯嘛 就他也沒有糾結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地方 你會覺得下個禮拜開始嗎 還沒有下個禮拜開始 他有考慮當家教嗎 女生二方 他說他很兇 他說他自己很兇 他怕去教人家小孩 其實我的老大比較 就是帶小孩會比較有耐心 那老二就是他比較 對小朋友比較沒有那麼有耐心 他說他怕把小妹罵哭了 但是我覺得也是人生嘛 也是很好的訓練 至少他在這個部分 他是很能夠去面對 就是馬上就接受這個現實了 我們還是會去一趟美國 對我們 應該是八月份的時候 對 那因為我的老大也要回美國念書 那因為去年我們是 每一個爸媽都會帶小孩大一入學 那那個時候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就沒有帶他去 他就很想要我們去 所以今年我們會帶他大二入學 對我們就彌補他大一 我們沒有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